两万阳光预算 粉丝选举玉米投手 挑战焦尸博士 粉丝版本贝塔版 我怕打不过选了一个玉米投手比较强的版本 粉丝玉米投手也是粉丝呼声最高的职务 200颗玉米投手正好两万阳光 他能否战胜焦尸博士 弹幕猜出你的答案吧 别忘了这是贝塔版哦 没点关注的记得给我点关注 挑战开始 200颗玉米投手 我是中了又中 从叠了又从叠 好不容易全都中完了 咱们看看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上次两万阳光的机枪射手组合 虽然也是挑战成功了 但是非常的艰难 不过这贝塔版的玉米投手 可是有几率投出玉米脑袋的 所以挑战成功希望还是很大的 殃尸博士第一波低头前放的这些殃尸 该门也是毫无压力 黄游打头上后就只有当死的份了 殃尸博士第一次低头了 看看咱们的200颗玉米投手的攻势怎样呢 能不能多放点玉米脑袋一波秒杀呢 殃尸博士的火球放在了第二排 问题不大 第一波结束后 咱们可以看到 殃尸博士的大铁鞋只有一只有破洞 说明第一轮的攻势不是很强呀 而低头后也开始放铁头殃尸了 对玉米投手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压力 一颗黄油就能扣到死 再加上几率投出的玉米大炮 对付这些小殃尸简直不要太轻松 殃尸博士第二次低头来了 抓住这波给我狠狠的揍他 不花钱的玉米导弹给我扔 这对玉米导弹多了点 诶 这运气 冰球又凸在了第二排 这局想输都难了 这波攻势后 殃尸博士的头也开始冒烟了 两只大铁鞋也都出现了破洞 再等到下次低头 基本上可以拿下了 这次放的僵尸又提高了 铁门僵尸 冰车僵尸 哎呀 这个冰车僵尸有点可恶呀 给我压了这么多玉米投手 刚才上路第一排那是二爷吗 怎么一下就没了呀 哎呀 第五排又来了个冰车僵尸 可恶呀 这波给铁门投手打的 有点踩不忍赌呀 僵尸博士又要低头了 这波能否战胜他 咱们拭目以待 挑战成功 最后还挑战什么挑战僵尸博士 记得留言告诉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